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祖因为爱妈饱受肾病之苦 辰转下发现台湾有比较成熟的中兽医概念 于是在2019年正式推出品牌《重恨》 利用中医食疗概念 推出由台湾中兽医研发的宠物食品 例如鲜食包、滴鸡精、汤水等 越来越多人留意到宠物鲜食包 现时重恨每月生意额平均有80至90万 市场越做越大 亦吸引了大大小小的竞争者加入